是日期也許吧 但是我們還是舉杯吧歌唱 藍芯樂團帶來精彩開場表演 為即將到來的2016月光海音樂祭揭開序幕 藍芯樂團成員表示 今年由東莞處首度舉辦的2016月光海音樂祭 表演藝術團各有來頭 邀請民眾到都立部落欣賞國際級藝術饗宴 你們能夠一次就在這個音樂祭裡面 欣賞到國際級的演出 以及在地人的音樂的故事 再搭配上我們這邊都立部落的 本身的自然的環境非常漂亮 相信這一定會是你們很難得的體驗以及回憶 藍芯樂團邀請民眾認識都立部落 也呼籲前來參加民眾垃圾不落地 一同保護東海岸美麗風景 同樣受邀表演的布拉瑞陽舞團藝術總監也表示 相當期待在東海岸大地上呈現舞團精心創作 街道邀演的時候我當然非常興奮 因為我有什麼興奮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長期一直在劇院演出 可是真正我的夢想是在那樣的一個環境 呈現我的作品 我們會結合音樂跟表演藝術 還有地景藝術把它整個串在一起 那也希望經由這一次的活動 逐年來舉辦 讓我們這個有一個非常好的表演的舞台 給所有的藝術家來到東海岸 然後實現他們的音樂或者是藝術的一個夢想 東廣處表示今年首度打造東海岸音樂祭 以月光照應在太平洋的景象命名 結合在地藝術家 目標是希望能夠超越世界知名的日本賴戶內海藝術祭 建構台灣國際海岸品牌形象 從8月19號開始 一連三週帶來不同展演 要讓民眾有不一樣的視覺聽覺饗宴 記者Jugu把號台北市採訪報導